随着疫情趋缓平稳迎接圣诞节一群来自失智据点的失智长辈们 特地到机动室卫生局报家音 包括卫生局长吴泽成 以及保健科长杨慧玉等人一起同乐欢庆圣诞佳节 卫生局保健科长杨慧玉强调 这个活动的重点不在于报家音 而是特地安排失智长者们多多进行社交活动 可以帮助长者们延缓退化 这个活动其实目的不在于报家音 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失智的长辈 多多出来跟社区的民众做一些互动 当他们越参与的时候 事实上能够去减缓他们失智症的发生 所以也鼓励在我们社区里面的所有的长辈 我们可以利用各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来参与社区的活动 也欢迎就是社区有需要的这些的失智症的长辈 都可以到我们的据点去参加各样的活动 以便来召唤我们失智症的发生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 因此不管是圣诞节或是其他节日 只要可以协助失智长者多参与社会活动的好事 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都会努力协助推广 建构基隆市成为失智长者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